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李曙芳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台北股市在最后里面 台积电拉了10块钱 造成整个台北股市 中场是上涨了108点 收在17796点的一个位置 那你也可以发觉到台北股市 它是很轮动快速的 我说在这种过程 内外资的不同调 只能靠中石户撑大梁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在今天里面台积电是不是拉 我说尾盘里面拉了10块钱 对不对 你看OTC呢 OTC的指数是跌的 所以反市场的一个操作 是目前业内跟主力 它惯用的一个手法 但是这样的反市场的操作 也代表目前市场上面 做短线的人 它非常非常的多 它非常非常的多 我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样的一个现象上面 它的轮动很快速 而且我们在之前就说 在过去 我们就提醒大家 这个行情它会走一个 耶旦数的行情 百家争鸣 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就可以发觉很多的个股 人人都有份 它去做一些的轮动 可是很多的个股 它的续航力道 它就明显的不足 它可能灿烂一天 隔一天花就泄了 在这样的格局之中 尤其在最近 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 我说目前市场上面 它分成外资 投信跟中实户 业内跟主力我不多谈 因为业内跟主力里面 它有些还会做当冲 还会做隔日冲 我就不多谈 现在里面我们可以发觉到 外资的一个操作 基本上它就随着新台币 去做起物 当新台币 在去做贬值的时候 基本上而言 它就会在现货 跟借券市场 跟期货市场上面去做套利 当台币是呈现升值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觉到 它对现货 期货里面 它是做多的 但是它在选择全市场里面 它去做避嫌 所以你就可以发觉到 外资从来没有真心诚意 爱台北股市 就是它仍然是以套利的模式为主 但是目前问题来了 来自于在投信的操作 我们说在一个多投市场上面 大家都知道 很多的个股很容易什么 主流的个股涨一倍 涨两倍 在这种过程中 它绝对不是高股息值率率的股票 可是因为现在里面来讲 投信它为了符合政府上面的规定 你持股要7成 你没有持股7成 你就要被罚钱 所以它就针对 在这个过程之中 因为现在投信 或者是很多法人 发行了很多什么 高股息的ETF 它就针对这些高股息的 一些ETF的相关的成分个股 它去做买进 所以它就是属于被动式的操作 它采取到什么 持盈而保态 高股息的个股 低档的个股 只有少数主动型操作的基金 它以什么 明年高成长性 能见度比较高的 像半导体 像车用 跟涨价效应概念个股去做操作 这是外资跟投信 所以你就可以发展到 不管是外资 不管投信 它都非常非常的被动式的操作 它并没有主动去做追涨 去做扭转台北股市 目前的一个现况 可是这个中石户 我们在当时候就跟大家讲 你回到大盘里面 我们说当时候 在接近18000点的时候 我说他们调了 所以你的持股比例 要降到五成之下 等到跌到季线的时候 我说他们开始回补 做价差 这个hold住的部分 它有25%砍掉换股 25%是续报的 可是你要了解到 中石户代表的是什么 业内跟主力它代表是它可能短档 它可能做长 但是中石户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长期台北股市 稳定的一个基 稳定的资金 因为它很有钱 你觉得他们有办法 有办法去参与除前席吗 他们参与除前席 那个配股下来 少说都是40%的所得税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要去想 如果台北股市的结构 是不改变的 它的轮动是非常的快速 它还是在高股息的 个股的过程之中 很多的股票 他们爱的股票 他们会去做减码 我讲到这个部分 就告诉你说 你现在持股比例 以他们在目前的状况来看 你应该是7成左右 你会比较适合 因为你必须要去了解到 他们是属于中长线的布局 如果台北股市的结构 它是不改变的 这个他们没办法参与 如果这个要去参与 他们宁愿去买什么 ETF基金的部分或是基金 他们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就要留意他们的 一个持股比例的变化 目前我会建议大家7成 以我的一个了解 目前我会建议大家7成 你不可以像之前里面 百分之百的持股 因为台北股市的轮动的速度 它太快 而且市场上面来讲的话 做短的人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 所以你可以发觉台北股市的盘中的架构 很虚幻 我就给大家看 你光是看一个台积电 你这样的一个拉10块钱 你这样的拉10块钱 80点就占掉了 今天涨108点 80点就占掉了 台北股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中个股而轻指数 同样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也跟大家讲说 如果以台北股市在目前 它分成几个架构 一个相对比大盘来的强 大盘跌到季线 它跌到月线 这就代表有人在A卡的 另外一个就是 它之前先跌 就这一波大盘跌 它就不跌了 它横向盘整 我在这边就举例过 它整个一个航运个股 你自己去做留意 台北股市在目前 我个人认为 以我对盘面上面的盘感 这种轮动快速的盘感 它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构 你就可以发觉到 在今天里面 我就说OTC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下跌的加速比较多 它业内跟主力 它还是在反市场的一个操作 所以就代表 目前短线上面的进出 它是很频繁的 所以轮动快速的过程 你有没有发觉到 目前台北股市 除了航运个股 它出现了续航力道 大部分的股票 它涨一天就没了 它涨一天你隔天再追高 一升上影线就会很长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这种轮动快速 你不可以持股100% 而且你一定要低阶的策略 像在当时候 不管你的长龙 我跟大家讲过 120块以下买 或是120块钱附近买 到140块钱 它是很安全的操作 140块以上 那就要看它的一个筹码面 或是华航 我是不是之前跟大家讲说 26.2跌破 它是软线上面转弱 但它的中线的马其诺的防线 是在24.2% 所以那一天24点 应该是1.6或1.2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你那个时间点 你是一个机会 你怎么不能够告诉我说 今天的华航大涨7% 已经来到28块多 有什么用 重点是你有没有去买 你有没有到24块 25块附近里面去买 它才是一个重点 所以我觉得台北股讯 你如果在之前 你都是用低阶策略 你可以发现你比较容易赚钱 所以在目前台北股讯 没有出量之前 我会建议大家能看负荷底型 你可以发觉到今天几乎都轮一轮 所有的原物料的个股 是不是涨一轮 然后钢铁个股也涨一轮 纸类个股也涨一轮 面板个股也涨一轮 是不是就告诉你说 它都一直在不断的椰蛋树 送给大家椰蛋礼物 每一天都在散 不同一样的个股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第一个你一定要用低阶 因为很多的个股如果涨一天 我就随便做个举例 你看这是不是昨天涨停板 今天开高你再去追 是不是有更便宜的价格让你减 假设你要减 今天有盘下可以减 不是你去买43.1 你就尽量去采取到低阶的策略 或是你来看3675的德伟 是不是昨天很强 你今天去追快涨停板 杀到快平盘 因为整个航运个股 它目前的成交比重 它已经拉到了两成到三成 那就代表电子个股的资金比重 它再下来 当你电子个股的资金比重 没有办法6成以上将近7成 甚至7成以上的时候 它就不是唯一的主流 所以大半就 像挪扎的风火轮一样 这样子开速性的轮动 所以一定要低阶的策略 没有出量4000亿之前 能看负荷底型 日KD交叉向上做短者 你就做到交叉向下为止 目前如果昨天是不好 你继续观察 不可以清台币贬值 外资期货选择权现货同步偏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指数上面它是比较不利的 这是投资朋友自己留意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发觉到 我说很多的个股 它是跌升式的反弹 其实跌升式的反弹 它基本上而言 你都可以从获利面 你看得出来 跌升本来就可以反弹 为什么不可以反弹 当然可以 可是你要知道 你的获利的纯数 你到底要抓多少 它是非常重要 在当时候的2610的华航 这个节目里面来讲的话 如果你是长期属方的观众 你应该知道 我们在11块 12块 13块 就有推荐 它沿路以来 它第一波就涨上去 到了这一次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是在11月8号之前 再去做买进 涨到了31.15 我跟大家讲 乖利太大 你可以卖 卖完之后 我也跟大家讲 它在这种过程之中 有两个买点 26.2之后 它破了 你要回到中线上面 中线上面最大量区间 是不是在这里 这个最大量区间里面 你自己看 24.65 你来看 它在这个过程之中 最低就是这里 24.25当天就收缴 收在多少 24.7 所以它任何的一个技术面 是以收盘价定调 它收到24.7 那就代表大量区间 它的换手的人 它还在这里面 所以它这个拉到24.7 一路到今天 已经到28 最高28.55 所以在这种时间点里面 你看你的操作 这一波调一下 下来再来去买 到今天里面又到28.55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你自己本身 你要有操作的 本身的一个技巧 目前如果以第四季的 获利跟第三季比 我说货柜个股 还是不错 维持高档 维持高档 跟第三季是差不多的 但是货柜个股 明年的获利 也跟今年差不多 如果获利没有成长性 你能够做的就是低档 我说右肩的反弹 或是它的一个本益比 上面比较低 殖利率比较高 你的操作的空间 就是这样子 它并不是一般 它可以做涨一倍 涨两倍 涨三倍的成长型的公司 我也跟大家讲说 当时我就跟大家讲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分享过在这个过程中 我说整个货柜个股 为什么120块钱可以买 主要的原因是 以扬名的法说做一个举例 它的精明两年的获利 是一样的 差不多的 所以它当然可以做 右肩的反弹 我的建议上面是买 所谓的长龙 长龙在当时后 是在多少 120 长龙是在这里 120以下 在这里 沿路以来上来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有时候你股票就是这样子 很多 你看台面上面的老师都一样 它的货柜个股套很久 套很久 到现代里面来讲的话 在这种过程上来 所以股票上面来讲 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讲 在技术面上面而言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研究 原因就是如此 当然在短期之中 所有的资金 它都在看高股息 低本益比 明年有殖率的个股 但是这些个股一旦涨上来 是不是代表殖率就减少 所以它的一个获利的空间是有限的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要做低档右肩反弹 你买货柜个股长龙 对不对 当然最近里面是因为万海 位阶最低 它反弹比较多 但它本益比就比较高 这是你自己留意的 如果你要做趋势 它一定是天上飞的 它的第四季的获利 会比第三季 甚至倍数性的获利 就看你自己本身的一个选择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台北股市 它出现了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地点 就是一个阶段 什么叫比较麻烦的一个阶段 它的轮动太快 强股的续航力不足 目前看起来只剩运输个股 有续航力道 你看台积电都是跌破600 砰上来 跌破600砰上来 所以强股的续航力道 你们来讲 它还没有去做一些的展现 尤其是在电子股身上 所以这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来自于电子个股的资金的比重 它下降到六成下 六成下 但是也反过来告诉你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现在里面来讲 大家的资金都在追逐非电的族群 电子个股就有沙盘下来 如果你要去做低接 你当然可以趁着下沙 或是大盘指数在下沙的时候 你去做低接 它是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你要去留意 重个股而轻指数 尤其是轮动这么快的格局之中 你千万不要去做追高 你要用震荡低接的方式 如果你觉得 这个个股上面算够了 你可以稍微去做调节 这是差不多的一个状况 在目前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鼠方不是一个使多头 也不是一个使空头 我也跟大家讲过 你跟上鼠方的一个脚步 在盘中的一个操作 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个人认为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你加入我们的专案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的原因是 我不是一个使多头 我也不是一个使空头 就算今天大盘涨了108点 我还是告诉你结构不佳 它是会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在这个时间点 鼠方觉得 这个个股上面 它比较安全 也比较到了可以投资的一个价格 你在盘中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讯息 你就可以跟着我在盘中里面 全新的一个操作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如果你愿意接受 我们刚刚鼠方讲的 你这个时间点你加入我们 如果鼠方没有做 你也没有起算会期 可是鼠方有做 就像我们在整个低档上面 买一个华航 到今天从24 25 到今天已经到所少 27 28了 所以股票的一个操作上面来讲话 并不是一个使多头 或是一个使空头 你是要看清楚架构 就如同中石户 它未来到底会怎么做 鼠方在第一个时间点里面 也会告诉大家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要跟上 鼠方操作的全新投资组合的观众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在市场上面 你不应该人云亦云 在这种过程之中 就如同我之前讲的 任何的一个多头的高点 一定是技术面创造出来的 整个一个低点 一定是靠基本面支撑出来 所以我们在当时候 就会跟大家讲说 当时候的一个华航 从11 12 13涨上来 我们这一次20块的加码 一直到31块钱附近去调 拉回来到中线上面 月线以及周线最大量区间的 马提诺防线 我们去做买进 你光是看这一段加这一段 你可以拥有的是什么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一些中石户操作的一些技巧 不过我跟大家讲 我在这个节目一直跟大家讲说 蜀方绝对不是一个十多头 今天大涨108点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台北股市的结构有待改善 如果你都是拉尾盘 如果你都是这样轮动的 一个快速的过程 你会让投资朋友 我在之前讲过 你这种行情上面 叶旦树的一个行情 每一天再闪一下闪一下 你每一天去做高 每一天去做追高 你最后你会20涨股票以上 你相信我 你一定要自己心有定见 现在这个盘第一个它是一个复合体型 你的操作上面而言 你就是要重个股而轻指数 第二个台北股市目前轮动是很快速的 轮动很快速的过程之中 很多的个股它的续航力倒不够 你连涨两天你去追 有时候就追到上线 我说在最近除了航运个股的续航力 其他都不够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如果这个行情一直下去的话 以我对中石户的了解 我不跟你谈业内跟主力 有什么好谈业内跟主力的 隔日冲当日冲的一堆 我就跟大家讲说 在这种时间我就跟大家谈有钱人 如果看这个格局上面 他目前 我说他本来做差价的回补 他这边来讲的话 50%是续报25% 换股25% 我觉得他随时可能会减碼 以我对目前盘面的了解 跟中石户上面的了解 这个他随时会减碼 因为这盘面上面的架构 他不大对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你一定要去注意 千万不要去做追高 千万持股不要超过整个七成 千万不要融资的一个使用 不然一旦他调出来的时候 你很难招架 你很难招架 我就说股票法人算什么 都是要靠中石户 要靠业内跟主力上面的拉抬 它才是一个重点 投信买的或是法人买的 它只是一个标的物 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至于在低轨卫星的部分 在之前我就已经跟大家讲过 低轨卫星 Spec X不做是真的不做吗 它不做就不做 对不对 有一堆人讲着做 在这种过程中 你只是要去留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目前有些个股 它涨多 它除非筹码面很大的一个优势 因为我跟大家讲说 不管你Spec X 或是你在车用的部分 或是你讲元宇宙 或是你讲AR 它很重要的 大概就是一些的感测元件 在这目前之中里面来讲 我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我之前跟大家讲说 这个是不是就是为X要破产 你低档上面 我做月季线之中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在当时候的宏星店 涨到320几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讲 不要去做一些的 最高的动作 原因就是在目前的台北股市的 电子个股 资金稍微不够 不够的过程中 大家跑去买传产 你电子个股的卖押 他就会出来 最后你没有拉台积电 你要怎么办 你如果要跟着挪扎的风火轮 这样团团转 我告诉大家 你只有成为输家的命运 你很难成为赢家 你只有气定神闲 想好你的策略在哪里 想好你的敌人 他的做法是在哪里 你才有机会上面 去做一些的获利 这就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至于维权店 我也跟大家讲过 基本上而言 他拉回到这个颈线的位置 只要86.3不跌破 他就还不至于 去做一些的转弱 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你不要过度的一些的追高 我等一下会用实际的例子 给大家看 至于2371的大同 我们是在39块多 给大家看一下 39块多建议你什么 不要去做追高 正乖离太大 然后破到整个季线的位置 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买点上去 我说这个个股上面 你自己去看 破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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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都还不错 你自己稍微去做留意一下 它的一个机会 至于公寓原件 我的看法是没有改变的 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在最近里面 你可能要稍微去做一些的留意 过度的追高 尤其台面上面来讲 有些的业内主力是当日冲 它是隔日冲 我随便跟大家讲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昨天涨停板的股票 因为它在法说会里面来讲 我没有买 我先跟大家讲 他在法说会里面定员 他说我的感测原件 要占我的营修比高达6成 砰一声就涨停板 就涨停板的过程中 你看今天 砰一声就爆大量 大家每一天 每个人追啪啪啪就沿路上 还杀到跌停板 昨天涨停板 今天快要跌停板 这样追好吗 还是低阶比较好 大家再看又是43的元金好了 昨天是不是涨停板 12月份营收创历史新高 今天是不是有更低的价格让你买 3675的德威 是不是12月份营收创新高 昨天很强 投信买你去追 懂也下来了 因为现在的电子股的资金比重 它没有办法回到6成多 7成 它就不是唯一的主流 它就整个一个所谓的上工的资金 它的动能上面它就减弱了 所以在这种过程 你要去操作在这些的个股 就跟他讲 因为你传产股上去了 女原物料上去了 所以电子个股里面 你就要趁着大家什么 大家不要 或是有利空的时候 或是回到重要性的一个支撑 大量区间 基月线没有跌破的时候 你再去做低接 因为目前的电子个股 如果航运个股 它的成交比重 还是差不多三成左右 电子个股的资金到哪里 金融差不多一成 你看今天连金融都拉了 金融也拉尾盘 所以我就跟他讲 今天已经是人人有奖的格局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来讲的话 如果以中石戶来看 他这种盘他不喜欢 他不会太喜欢 所以我才会跟他讲 你的持股降到7成 如果你觉得你的个股上面 有赚你要跑 我是没有意见 持股就是7成 它是会比较安全 你避免中石户看这个盘 一直是这样子轮动 像挪扎的烽火轮 它并不是一个主攻 要去创新高 要到所有我们的一个主管 他说的2万点 他觉得不是那种格局的话 可能中石户会去做调节 但是调节的过程中 我们反而可以看到谁 到底有没有穿泳裤 谁还有A卡在里面 会看得比较清楚 否则在这一次里面 怎么会买到航运个股 就是指数创新低 他都没有创新低 那你就看得出来 其实在技术面 他永远会事先的说话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不管是从基本面的角度 或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投资朋友要跟上 鼠方操作的节奏 那就不妨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在未来 全新的投资组合 中文字幕提供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